訝異 可是劉毅如他今天講說 他說不管是在國際投資或什麼 列為機密或集機密 他都看過 他覺得沒有什麼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個吳敦義很訝異 可是你的金建會主委劉毅如說 這個本來就是很平常不訝異 但是我認為 禮拜一就算解密了 這個所謂機密文件 因為他的機密文件沒有什麼 他就是只是講說 要授權翁企會等等 他去談這個技術問題 談這個技術的交流的問題 所以 可是國民黨 他還是會硬做 因為就這個 所謂黨政高層的說法 這個事情是他策劃了很久的 他不會讓這個事情停下去 他這個事情他會弄下去 弄到類似像當初 這個吳敦義他們在搞引起高鐵案 或是說他們在弄這個達政案 他們或是在弄這個南科檢查 弄謝卿制是一樣的 這些手法是完全如出一側 高委員 我也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佈置很久的一個動作 甚至有可能 球衣之前在講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不應該那個時候就引爆他 所以故意留到這個時候 那為什麼要在三十幾天呢 因為他有點時間他會發酵 而且我們要提防的是 他會不會利用監察員來當打手 我們看到劉毅魯已經開始講說沒有什麼進爆的資料 然後也有一個黨政人說 重點是在於選擇門條款 那有沒有可能說你這樣是違反選擇門條款 所以給你送個監察院 就算沒有談給你一個糾正 在選舉前 也不是不可能啊 好 那 當然選擇門條款 他們怎麼沒有問邱振雄選擇門條款的事 其實邱振雄 這一次去做 趙豐振雄的董事長不離譜 他在財政部長卸任以後去擔任 大華證券的董事長 那個才真的誇張 你們明天有夠沒路由的 你解釋說財政部長不是主管單位 主管單位是政期會 政期會是財政部下面的一個單位 就可以全序部可以解釋成說 因為證券公司的主管單位是政期會 不是財政部 所以財政部長可以去當政見公司的董事長 那不過現在看起來 也講說做法自閉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 他們那時候解的這個套 連邱振雄當財政部長 都可以去當大華證券的董事長 你現在有什麼說選擇門條款裡面 的哪一條規定說 蔡英文不能去當宇昌的董事長 所以我會覺得即便是 選擇門條款大概也沒有問題 只是擔心說 到底監察院會不會做一些配合的動作 會不會在選舉前 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這個不得不罰 不過我想這個民眾就像 我覺得像吳俊議員他今天針對這個 宇昌議員他也沒有講很多 他說社會自己有公平 現在社會的公平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最新的民調可不可以作為 某一個程度社會的公平 我想國民黨的做法非常清楚 他就是故意像慧敏你所講的 他如果話講一半 像所謂機密 極機密 他就是要造成 這裡面可能有不可告人之事 其實坦白講 宇昌案沒有幾個選民聽得懂 那國民黨的做法就是說 有賊戰嗎 抹黑嗎 就打那中間選民 民調那麼接近 選票那麼接近 就是中間那2% 3%的選民 打破蔡英文過去長期建立的那個 青年政治的形象 所以他們的做法就是 像剛剛羅委員那樣子 他講一道在 誰聽得懂 沒有人聽得懂 但是他用所謂的極機密 我講的是選民 我講的是一般的選民 但是你看 他今天講所謂的極機密要解密 你看吳敦在什麼場合講 辯論完了記者會 那是焦點中的焦點 所有的媒體都很關注這種辯論 你不去講辯論的事情 你刻意去帶到宇昌案子 說什麼明天要解密 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解密的 如果這是國家機密 那你解密可能就是需要一個程序 剛剛惠敏也提示我們一個重點 這是所謂的公務機密 公務機密是比比皆是 一個公務人員的個人資料也是 我的身份證資料 公務人員的一些個人資料 那個也是機密 所以當時這個案子很簡單 就是一個談判的時候 當時因為圈捨到一個談判問題 說反正列為機密而已 就這麼簡單 可是他就刻意要營造說 這當時列為機密 你看連最近的媒體 你注意看統媒的媒體 他完全就是著眼在所謂的機密上面 我認為選前剩下30幾天 他就是故意製造成 你看蔡英文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人 蔡英文也會亂搞 你看他也賺錢 這些都亂來 剛剛文傑提示我們 很多的案子後來都證明沒有罪 就好像國民黨現在還在打阿扁一樣 什麼叫貪補集團 他就是整個一個大媽祖給你丟過來 爛泥巴給你丟過來 但是一般選民聽不懂他會想起他的刻板印象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幾步曲 剛剛其實美美講一個重點 你發現這個案子怎麼發動的 他就先劉伊如去配合國民黨立委院黨團 兩個在那邊質詢一搭一唱 好像真的真的有什麼東西 然後媒體就配合了 名嘴就講話了 那接下來你看四百大會就說什麼分案偵辦了 這個好像真的有問題 我覺得國民黨為了打擊蔡英文 今天如果說藍綠對立不講蔡英文 你看看你指引蔡英文 你等於也要質疑何大義 你也要質疑陳良博 你也要質疑楊玉民 這就是國際上不得了的那種醫藥界的專家 對不對 好 不過其實就是說 他們是不是也沒有喬得很好 就像剛剛那個吳敦英 他說我真的很驚訝 這個案子怎麼可以列為極機敏 那麼剛剛文傑有提到 就是今天劉毅如他很謹慎 他先說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容 大家不要期待 然後他還說這個案件 為什麼要列為極機密公文 劉毅如說他說過了 無論是國際或國內重要投資案 洽談過程中某個時間點列為機密或極機密 都曾經發生過 不是特別奇怪 他這個說法就跟何美越的說法 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已經一部分解決了這個極機密 他們丟出來神秘性的 必案性的這樣的一個提問 劉毅如還是比較謹慎 我想他不太願意捲入這個 吳敦義跟這個 所謂馬伴執行長的這個整個密謀 吳敦義他就是很清楚的在指涉 就是說你這個不是外交 這不是國防 那你為什麼列為機密呢 然後國民黨的一堆立委 就開始follow 我覺得這種問題非常的恐怖 劉毅如還是稍微有一點良心的 他今天講這個說法 好 廣告就和我們接聽call in 馬上回來 囉嗦 我們都看見他 這麼快 改 то 感谢观看